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跟各位前前提的 扯谓立事恋心 就是在每一个境界会带动我们的信念 有信念就会有后续的行为 对不对 行为出来了 它的果报就形成了 所以我们必须在信念萌生的时候 就察觉这个信念的萌生 有没有我的存在 有一个我像这个信念就不干净 它出来的行为绝对是负面的 我们就开始要进化 所以你道理明白越多 你进化的速度就越快 刚开始在进化会觉得念头层出不穷 疲于应付 但是刚开始你没有习惯 等你习惯以后 你天天如此小心翼翼的呵护自己的信念 关照自己的隐为的念头 你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这半个月你持续不间断的二六时回光缓照 半个月以后 你根本不需要定时的无日三省如生 一个念头一个语言 当它当要发放于外的时候 你的头一低你就知道它能不能出来 它出来的结果是带来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磁场 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能耐 早期后学对道理认识不够清楚 我每一天回去要把我讲课的内容 做一番的整理去省思 才知道什么地方是疏漏的 我事先在准备功课的时候 我就已经极为用心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都写大纲啊 我一篇文稿三万字五万字照样铺陈 如此细腻的铺陈 我尚且事后还要不断的去看 我今天在讲的时候 有没有词不达意引起别人误会的 每一次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省思 大概在十五年前 应该在十五年前 我发觉我不需要再这样省思了 因为就在我要下台低头的时候 里面就有个声音告诉你 你今天哪一句话错了 你哪一句话会引起人家误会 哪一句话表达的词不达意了 十多年的不断的锻炼 长养出了十多年以后 我不需要那么辛苦 去省思我今天讲错了没有 为什么 因为对意理 他已经有一定的了解的程度 我们锻炼自己的信念也是如此 刚开始一定要刻意的安排时间 沉淀情绪 进行无日三省无声的一个功课 等你省思惯了 他根本在念头 即将萌生 你就知道这个念是错的 这个念不可起啊 所以任何一个功夫要成行 要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他开始你一定要付出心力 付出时间的 你没有前面的一步一趋 你何来后面的一个功夫成片都没有 所以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你要去练就功夫 就必须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老实嘛 绝对没有偷鸡取巧的学习 这样的学习似乎有一点不太舒服 因为很累 但是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你后面才能快乐啊 现在只要不是碰到一些 特别高端的修为的人 比如碰到那种高僧啊 一般的义礼后学不怕 你要谈哪一个中门的修行 后学真的不怕 那天有道卿在练谈经 讲到了 见性是功平等是德的那一段经文 他就引用了 某一位坊间的高僧所解的 用道德经的仁义理智性在解 他就解错了 为什么那一段经文 不能够用道德经的仁义理智性去解 很简单嘛 慧能大师讲那个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忍恶无虚 那是谈性德 那是谈你自信里面的德用 而道德经的仁义理智性 他不是道是性德 道不能明体的时候 他还有德用 然后退而求其自仁义理 到了理的时候 他是法治 他就不是我们 信德里面的恭敬之心了 因为我们研究过道家的思想 所以你这句话讲对讲错 当下我们就了然于凶了 你不会因为他是某某 某某人说的 你就不敢去评判了 你要养成这样的火候 我不是在跟你们自吹自擂 所以为什么去讲评 根本不要事先准备 我都不知道讲评要怎么准备 讲评准备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你准备了别人的东西 要跟你的一样 不一样你就认为他错了 你讲评是他讲什么 你用他讲的东西 看跟圣人的义理 有没有如出一辙 所以你爱用儒家 爱用道家 爱用佛家 随你高兴 只要你不离开那个宗 那个包装都是可以的 而你针对他讲的那个利论点 他的盲点在哪里去破 他才能受益啊 如果你事先做了一个 很详尽的准备 这个题要怎么去讲 最后就是 你听不懂他讲什么 然后你就跟他说 哎呀你这样讲很好 但是我告诉你 用这样讲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 我从南到北 包括中部都跟我讲 我们听到的讲评讲识 就是这样子来指证我们 所以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所以我说四个字叫做莫名其妙 就是你培养出了那些的讲师 有没有 真的有够可怜啊 因为他不来跟你讲评 他都没事 讲评他的东西全部都被废弃掉 我在讲评团 我就是这么尖酸 很刻薄的 好美满讲师可以作证 我是口不留情的 这是错误的讲评啊 谁告诉你收到 一定只能用儒家的去讲 只能用佛家的去讲 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当然你讲金刚机 一定要讲金刚机啊 你就不能变成大学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要这样去练啊 这样去练 这个练很了不起吗 没有了不起 您不觉得我们就在戴德开班 不知不觉把人言经听完了 然后把什么 把所谓的优伯赛戒经 今天也要画上句点了 这两个大不头的经典 你全部都这样不知不觉就完毕 这就是造表操课的好处啊 你虽然未必精通 但是如果有人断章取义 你约列会感觉到有一点奇怪 你未必要记得那么清楚嘛 谁有那个脑袋花记得清楚 我也记不住啊 可是我因为读过我有印象 我可以回去翻啊 翻原文啊 我就不会被别人给什么 给误导啊 那你在历劫的修行里面 你就会很肯定的 你是落在事到尽 非到退 你这一生对于礼录的一个清楚 影响你未来的千秋万事啊 这一生礼录的糊里糊涂 你的未来的千秋万事 继续糊里糊涂 相续性嘛 第七世的作用叫做相续性 过去生相续到现在 现在都联系到未来 这就是第七世 为什么会有一个坚固执着的问题 他六万多年来 每一生每一世相续下来 所以现在不懂 不要怕 练嘛 哎呀我不懂 我讲错了怎么办 讲错怎么办 盐巴当味精 煮错了都能吃 讲错了又怎样 对不对 练就是这样子嘛 谁规定你一定要 一开始交出圆满的成绩单 那就不要练啦 你是一百分就不要练啦 你不会错了还要练吗 所以你悟透了这个东西 你就不会紧张嘛 如果还紧张就是 你顾那个须有的面子 哎呀我如果讲错了 人家看穿了我 本来当我一百分 现在只有六十只有五十了 六十五十又怎样 你将来回去一百才最重要啊 那个面子算什么 只要不是做缺德事情 人家骂我们 其他的这种 说我吃三碗吃两碗 说我吃了两碗 他说我三碗 三碗又怎样 度大能容吗 对不对 想一想就很高兴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比较不太会有 那种面子 你讲的时候 我会心里难过 我会有 但是我很快就把 那个不需要的难过 给他排掉了 我不会让他折磨我 然后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我不要练了 我吓到了 我跟你讲 男听的话我都听过啦 我从男听的话里面走过来 今天才这么强壮的 只要不是违背信德 那个都不叫做无耻 学习本来就有 学习本来就有 先跟后 快跟慢嘛 这个执着抛掉了 你去练那个讲就不怕了 怕什么啊 所以这个都是历史练心啊 理解了吗 不理解也是你家的事啦 我负责讲解 我不负责你理解啊 讲不清楚是我的责任啊 要不要去把那个义理放在身上 那是你的功课啊 我把你的事情揽到我的身上 我就不清静了 那就要愚痴啊 所以慈悲是有限度的 后面会证明我讲的话 符合圣人的意理的 所以前面有提到 人与人的相聚 就这三种 最悲哀的就是 这个有没有好解决 路人甲路人乙 视若无睹擦肩而过 不衍生额外的情节 可是在怨在亲里面 亲上面会遭怨的 怨从亲起各位亲切 父母宠爱子女 是因为亲对不对 结果仰而不孝 就成为他的什么 他的人生的一个失败 他就造成未来生的一个怨 那怨呢 你对我不好 我从来不省私的 以前知道缓治其人之伤 那就变成雪上加霜 我们就在这两种关系里面 六道轮回不断 那怎么样才能够彻底展脱呢 逆来顺受嘛 你对我不好 我就视作前生 我有亏欠于你 那如果没亏呢 没亏你也不会吃亏的 他怎么对你 将来他还要还你的 他欠你的钱 他要连本带利还的 他现在侮辱你 将来他对你是卑躬虚息的 那你还要斤斤计较 现在要还一个是非黑白吗 都不必了 那轻的呢 尽了我的责任 我就放了 不要管那么多 管得多有没有 儿女夫妻感情就起问题了 所以修辞的人 先从亲起预定受乐 这边告诉你 修辞心啊 你要先让自靠近我们的人 叫做从亲起 五人关系最靠近的夫妻 然后父母 然后手足儿女 对不对 我们要行辞到 先从这些人身上开始锻炼 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温馨啊 然后此官继承 刺激冤家 然后再慢慢的 由内而外 由近极远 这就是大学讲的 革置城镇 修其置平啊 所以善男子 起慈心时 有因戒起 有因施起 我们为什么会对那些的众生 起慈悲之心 有的是为了持戒 比如我们学到人要持戒 持戒有一条 有一条叫做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我该做的不做的 他的戒律就不清净 对不对 哎呀 因为我们修菩萨道 所以要对众生有慈心 我本来没慈心的 但是为了守住 修道人的戒律 所以我强逼着自己 要起慈心 从不熟悉 变成习惯成自然 因为戒律没有不好啊 是不是 还有什么 不失 不失可以去我们心内的无名众生 无名众生 没有了 本有的信德就流入于外 信德流入于外 他会有敬人之心 爱人之心 你就自然而然对人家会好 所以若能观愿做指想 世民得慈 所以把那个对你不好的人 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因为互独不识字 没有任何一个父母 对子女不疼的 我们把我们最讨厌的人 当作是自己 亲生的孩子来看待 那个叫做你的慈心 他已经根深蒂固了 提佛达多陷害释迦牟尼佛 佛陀有了硕命通 他难道会不知道 累劫以来 那个提佛达多 真的是一个坏胚子啊 在动物道里面转世 他也要害释迦牟尼佛 在人道转世 他也害释迦牟尼佛 说命通一出来 就是前程往事 没有不知道 佛陀都知道啊 不要说过去生 这一生收纳他为学生的时候 他还是害释迦牟尼佛 前程加现在 哇开玩笑 换成你我 那无名怒火八千丈啊 你还收他为徒吗 一脚把他踹出去 可是佛陀收纳他了 还苦口婆心劝化他 佛陀的慈悲 不就从冤起 所长成的吗 格力王支节他 他还发愿什么 要来度他 对不对 五个夜叉鬼去吸他的血 他也发愿我成佛来度你们 而我们都是 把对我们言语行为有伤害的 我们视为 复仇不共戴天啊 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在修菩萨道吗 又给你一个观照的机会了 所以善男子 维持能源不能救苦 但是 慈能源 慈心可以让我们什么 无所不及的地方 这个叫做 娱乐 我们可以祈祷一切友情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但是这是慈的一个特色 你真正要去做 还要有悲心 悲悯 悲心就是有悲悯之心啊 只有慈心还不够 所以成就无上佛道 是慈悲两个字 孩儿皆有 慈是与人乐 悲是拔人苦 悲因为要拔人苦 所以眼前看到人家 在后天有肉体的痛苦 生理病痛 看到人家有衣食 欠缺的痛苦 我们都乐于从事社会慈善事业 帮人家解决问题 这个叫悲拔苦 那娱乐呢 天上人间最大的极乐 是跳出六道轮回 除此之外 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快乐 每一个快乐都有后遗症的 长大很快乐吗 我巴不得又回到我四五岁的时候 可是我四五岁的时候 天天派着长大 因为四五岁就发觉 长大以后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小孩子要爸爸叫我睡我就睡 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你知道去外面玩 被人家叫回来做事的感觉很不好吗 可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通常家长都叫 这个小孩子回来做 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长大 我长大又怕不得变小 为什么长大不好玩 责任好重 我小时候多希望自己有一台冰箱 因为我以为冰箱是魔术 打开来什么东西都有 我不知道冰箱的东西是要放进去的 放进要花钱买的 所以小时候好憧憬有一台冰箱 打开来什么都可以吃 长大才知道不好玩 因为你要先赚很多钱 才能够放你想要的东西进去 所以每一个人生的阶段 都有他的辛苦 可是你能够拒绝不长大吗 除非夭折 对不对 你能够再回到过去吗 除非从头胎再来 都不能各位前嫌 人生的生老病死 是既定的一个历程 你要免除长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要断绝六道轮回 我没有六道轮回 何来生老病死 都没有 佛菩萨来人间 趁愿再来 他会苦吗 他从来不苦 有钱他也快乐 没钱他也快乐 而我们就是现在学 就是把佛菩萨 在阴地学习的那些功课 一点一滴的累积在我们身上 最后我们就能够拥有 有钱也可以 没钱也无法 你没有任何一个境界 可以让我们的心 往外去流离失所 所以我们还有悲心 优伯赛戒经 一开始不就教我们 要长大悲心吗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第二品 或第三品吗 你有悲心 看到人家的苦 才想去什么 与人乐 所以善男子 若能观悦一毫之善 不见其恶 当知世人名为行死 我们在学习 培养慈悲心 先从冤家开始 讨厌的人 从来看不到他的好 因为越看越讨厌 喜欢的人 从来不见他的恶 因为越看越喜欢 这就是大学里面教我们的 若能够知其子之恶 知其苗之硕 你的词观就出来了 其实我当年在学 王凤言行录 性理疗法的时候 就是在破 从我讨厌的人身上 找到他的优点 我花了好长时间 大概半年的时间 才破掉 那半年的时间 破掉以后 破的过程多辛苦 你知道吗 每一天开始 就在思维 所以我很了解 那个破的一个阵痛 从开始拒绝 承认别人的好 到后来 慢慢的去发现他的好 最后 不见他的恶 这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后来就练就一身好本事 我见人先见人善 那就是读王凤言行录里面 用半年的时间 培养出来的一个功夫 即便现在偶尔会想到恶 转念一想 几乎不要转念 电光果实就告诉你 违背信德 忘了他的好吗 所以我们总讲 修道人不见他仍恶 那不是说一说就成就的 那是你要花光风去历练的 这个练出来了你就能讲病了 所以若比愿家所欲 受欲病苦 人往问训 我们讨厌的人 我们厌恶的人生病了 你还愿意去看望他 安慰他 由衷的 不是去看他死了没有 是由衷的希望带给他关怀 让他感受到温暖 能够快一点疾病复原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曾经看电视剧有这样演 所以不好的电视剧看多了 有没有 人都受污染 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 你去看看那个某某人 听说他生病了 那个人就问他 诶 你不是跟他不好吗 是啊 就是跟他不好啊 所以你去看看他死了没有啊 所以啊 那些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啊 能不看其实就不要看吧 所以沾疗所患 看看哪里有病痛了 给其所需 这个给其所需 就是供应他的需求 前提是你有能力能做到 你最起码能够给他一个关怀 这个是不需吹灰之力的 至于我能不能够给他医药 你倒不必过度勉强 以现在的社会来讲 他有社会救助 你可以帮他跑腿 帮他安排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未必要 想办法变卖家产给他 因为你没有家产 你去提供利用社会的福利 帮助他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 世人能善修辞 这都是佛陀教我们 怎么样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 所以善男子 若能修忍 修忍入的人 当之即是修辞因缘 这边是谈到 这边谈培养慈悲心 可是佛说 在六度里面的忍入行 如果能做到了 他就是慈悲心 因为忍入就是心量的扩大 我们心量如果越扩越大 那个我站的氛围越来越小 我们对于众生的一个悲悯 他是与生俱来的 为什么 因为万物皆变于我啊 把那个私我给去掉了 大我就显现了 那是你很自然而然 就会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从小 没有人教我们 要去孝顺父母 可是我们很本能的会孝顺父母 那个是人的信德之一啊 那后来为什么就会不孝顺了呢 因为很简单 长大以后 太会为自己计算了 所以连那个对于父母的爱 都在缩减范围了 你看那个有我最极深啊 所以三岁娃尔之小 三岁娃尔能做的人 八死老翁行不得 小的时候有手足之情啊 长大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为了利益嘛 所以孩子是最靠近上天的 因为他的信德流失的最少 所以你修忍辱就是扩大心量 你扩大心量就能够有报众生啊 所以如是慈心 即是一切安乐因缘 为什么常常会懊恼睡不着觉 因为挂爱的事情太多 如果挂爱很少 就一觉到天亮了 所以若能修辞 当知世人能破一切交慢因缘 有慈心就无我 无我就不会供高我慢 这个都是连带性的 你看有一个我存在 会带动多少无名众生的产生 迁滩啊 吝啬啊 嫉妒啊 懊恼啊 称慧啊 那都是因为我而有的 所以那个我要一点一滴把它扫掉 天天扫外面 怎么不扫里面呢 扫尘除够啊 天天洗身为什么不洗心呢 圣人不都是这样教我们的吗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 我们也要洗身 我们也要洗心 我们也要扫地 我们也要扫心 内外都不偏颇了 所以难行世界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如法修行 一个人如果能够修慈心 他就能够修六度 他都能落实 因为六度其实 他就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啊 所以若人修定 当至世人修犯福德 犯福德 犯就是代表清静 这个清静就是 金刚经讲的妙行无助 不助向的与人为善 叫做犯福德 因为如此清静不助向 所以得犯身 犯身就是清静身啊 明犯福德 所以若人能观生死过罪 涅槃功德 假如有一个人 他能够了解 生死轮回 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他知道跳出六道 带来的快乐有多少 像这样的一个人 世人足下所里奋土 应当顶待 这样的一个人 就表示他有成佛的机会 所以他站在哪里 他站的地方下面 那个肮脏的土 你都应该要很恭敬的 那个叫沾光啊 所以世人能忍 难忍能忍 难失能失 难做能做 世人能修四禅 为什么要对这个人 这么恭敬呢 因为他能够观生死过罪 那生死过罪 无非因为有我而起 所以把这个我放了 天下还有什么事情 是你不能容不能化的 还有什么东西 是你不能舍的 所以不失度啊 它是慢慢扩增的 先亮丽而为 渐渐的有没有 就把身外的东西 你要越舍越干净 所以你要给自己做功课的 聪明的人 用这一生的财 及未来生的福报 让未来生依然福慧 其头并尽 傻瓜 就是让这一生有妙的财 让变成我们沉沦的一个深渊 所以附做事念 一切众生生口亦恶 所有一切众生所做的十恶 都是从生口亦而起 未来若受苦恼果报 悉令我受 假如人世间有人现在作恶 将来要受苦报 我愿意带他去承受的 也就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个心愿就很大了 因为地狱到的苦很可怕 恶鬼到的流离失所 也让我们惊心胆战的 畜生到的苦 谁能受得了 这就是佛菩萨的慈悲 无远佛界了 任何一个众生的苦 我都乐意与他承受 这就是佛菩萨 为什么不乐涅槃乐 而不断地 在六道里面穿梭 畜生到恶鬼道 或者所谓的人法界里面 地狱道里面 他去视线不同的身 就是为了广度有情 那我们现在不要说 我们做得了那么多吗 先学会对人法界的众生 有一个悲悯爱怜之心 他就算是进步了 所以若我所有善果报者 悉令众生投我受之 我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的一些的果报 来自于过去生所做的善行 带来的结果 我希望这些好与众生一起分享 这就是鼓励我们行三师的意思 你的聪明不要只是开自己的智慧 你的财富要往外去布师 会煮饭会扫地就参加五位师 所以如是慈悲 圆广不广 圆少不少 你的量有多大 你的路就有多宽 所以我们的路走得宽 还是走得窄 其实都不是上天设定的意思 是我们自己 你们慢慢去体会这句话 当我们划地为界的时候 小心哦 你划的那一个界 那一个界限将来就是框住你自己 什么时候你把那个界限打破了 你的路就会宽广了 而我们一般人太喜欢划地为牢 我已经称为牢 我不称为界了 你们仔细去思维吧 同样的意理 我讲了无数次了 不再重复 太多的地方 我们在划地为牢 而不自觉 那都是心量不广 现在心量不广 将来就会得狭心症 你的菩提道要成就就难 我再一次重复 现在没有流露的信德 不会因为一口气不来 就突然豁然开朗了 我死了就很会爱人呢 色鬼死的还是色鬼 酒鬼死的还是酒鬼 我们在读任言经的时候 谈到了那种十种鬼道的众生 畜生道的众生 请问你是不是跟他活着的习性有关系 都有 所以活着没有改息性化病性 死的绝对是乌黑漆漆的 所以活的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们有改变自己的机会 死掉唯一的可惜就是 一切成定局 再也不能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生跟死带来只有这两种结果 最起码对我而言就是如此 所以慈悲三种 依着我们的慈悲的 所谓能够扩散的对象有多少 分为下中上 最好的就是心量无远佛界 一切有情众生 我皆另入无云涅槃 金刚经上面讲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三种 原轻原众生原非众生 我们对众生的一个慈悲 轻就是什么 从我们的亲人 亲人开始 血浓于水 然后友情众生 那就是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还有非众生 非众生他可以包括鬼道的 三腰水怪 或者三个道的众生 或者我们讲气势间的众生 也是你爱惜的 那气势间的众生怎么爱惜 佛贵玉露讲的 爱是公物吗 物尽其用啊 所以这个非众生 含了两种 一个是三恶道里面的 或者无形界的 其他有情众生 一个就是气势间的 所以如是原者 西名三昧 当我们的心 能够把这一切 有情无情众生 全部放在心里面 有那个悲悯心 想要苦待他受 乐跟他一起分享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分外的东西 会让我们的心不定吗 不会 这就是三昧 所以扩大心量 定功就出来 就像后学 刚开始举最浅显的例子 我厌恶人家跳舞 我听到一大清早就在那边 扭来扭去做什么啊 是不是 不规矩 而且跳舞的多半都老人 年轻人要工作嘛 老人就不能跳嘛 他如果用那个活动筋骨 不是蛮好吗 可是如果我们心量不大 你看到那个画面 你天天都有人在惹你生气 本来去外面要锻炼身体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可是因为自己的狭隘的主观意识 到处都让你不舒服 结果走了一圈 里面带了一堆垃圾 最后就得了什么 得了重病心理疾病 所以扩开心量 没有什么不好 一切静都是无情的 何谓无情 它没有意义 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 你不觉得吗 如果它有特殊的意义 大家看同样的静 会有相同的感受的 为什么会因人而异呢 因为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 所以那个静所带来的意思 是你的感觉 赋予它特定的意思 感觉是假的 你被感觉牵着走 就是被自己给欺骗 所以 慈心如此培养 悲心喜心舍心 也是这样见识的 去养成 所以算男子 有禅非波罗蜜 有波罗蜜非禅 有意识禅意波罗蜜 有非禅非波罗蜜 这些话讲几百次了 最起码已经讲了四次 波罗蜜代表圆满 禅波罗蜜 可是也有什么 忍入波罗蜜 十戒波罗蜜啊 对不对 有非禅非波罗蜜要讲 阿罗汉 圆绝修的禅地 他都不能叫做波罗蜜 因为他一个法我直没破 第八世的见分项分还没扫掉 还不够干净 所以世禅非波罗蜜者 世俗禅 生文禅 圆绝禅 所有禅地 到成佛了才叫做波罗蜜 波罗蜜非禅定者 不失持戒忍入禁境 应该理解了 所以 亦世禅亦波罗蜜者 金刚三昧 这是等绝 等绝破最初一品身相无名 分九个位阶再破 九个位阶呀 以我们现代来讲 好像要读九年啊 才把最初一品身相无名给破 越往后面破 越难破 因为他越维系 他越根深蒂固 等绝才能破 破了没有 庙绝才知道 下位不知上位 那这个到等绝的时候 就已经叫做波罗蜜了 所以非禅非波罗蜜 一切众生 生为原觉 从文思维所生善法 所以真正的讲波罗蜜 它是大元净制里面 所显现的一个得用 而不是透过后天的思维 这个叫做限量 六祖谭经里面讲的限量 限量靠正入 有几分十正的功夫 就产生几分的限量 大分的你我在比量 比量就是透过文字 慢慢比较出来的 所得到的结果 可是你在没有正入之前 文字的波罗 可以让我们在比较的过程里面 不要落在恶法当中 因为你依循的是圣人的善法 所以波罗蜜非常定哲 就是讲过 最后讲菩萨两种 在家跟出家 在家修什么 修禅很容易 他特别讲禁禅 这个禁禅就是出世禅 没有后遗症的 无色界的四空定 有后遗症 八万大劫以后 出定了 他还是剁什么 剁三恶道 剁六道轮回 那在家修就难 为什么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来缠绕我们 最后半个小时 进入到什么 波罗 波罗品 波罗 波罗为诸佛之母 我们在研究金刚经里面 佛陀如此的告诫我们 所以修道的人 不可以不开启波罗 六度要达到圆满 做到波罗蜜 五度如麻 必须以波罗为业 所以我们的禅定 跟心性没关系 不符合波罗 我们的布施 不能够破除 自己内在的 潜滩的众生 那叫修福 他不叫做布施波罗蜜 所以波罗就如同一把火炬 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眼前的行为 在帮助我们达到 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一切的行为 波罗为前导 波罗如此重要 所以善生就问 释迦牟尼佛 我要怎样修 波罗波罗蜜 答案很简单 所以善男子 若有菩萨 持戒精进 多闻正念 修于忍入 怜悯众生 心多惭愧 这是讲 前面讲 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 禅定 讲了五种 大圣菩萨修行的方法 如果有人 真的做到这些了 他具备正念 修于忍入 能够心多惭愧 远离疾苦 真实了知 诸善方便 前面的五度都做到了 那五度也无非是要让我们跟人 去广结善缘的一个入手的功夫而已 他能做到以后 为众生受苦 不生悔退 我们做的一切善 为别人做的 事后不要懊恼 后悔 哎呀 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做这件事情 答应完了很后悔 那一定要后悔 各位前嫌 即便那个善行你做了 将来那个善报要来的时候 他是拖泥带水 你的财布施布施出去了 我后悔 那将来这份钱 转身为你来世的财要回来 他来的时候 你拿到他会很辛苦 我们在讲文昌帝君英志文 讲七种布施啊 得的果报就提过了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省思的大前提方向 是没错的 我们就去做 做了不后悔 会后悔是因为自私 又给我们省思的机会了 所以乐行会师 能调众生 善知所犯 轻重之罪 勤劝众生 师作福业 你自己能够灭无名 智慧现前 才有能力去调伏别人 去引领别人 走正确的路 做正确的事情 己不利 焉能利人 所以知智之意 在法布施的时候 我对于圣人讲的义理 我不是医文啊 我了解他的粗理 对他的细为玄妙的义理 我也完全了然于胸 这个叫做知智之意 我通达一切法 可是我没有骄慢之心 我还乐于 亲近善知识 继续不但的学习 能自利益 及利益他 做这么多的努力的功夫 为的是什么 让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 具备更多的能力 去帮助别人 我们通常发现别人的一个缺失 我们对一个人的恭敬度就会减轻了 因为你本来把他想得很美好 像那天我们在练谈经的时候 那位学奖的前嫌引用了某一位大德者的解释 我们讲你错了 可是会因为这样错 我们就对那位大德者 减轻对他的一个恭敬吗 就后学而言不会 我绝对不会 因为讲义理的东西 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口误啊 后学在听自己论言经的时候 也发现一个问题啊 怎么我一开口就讲 三千多年前印度降生的释迦牟尼佛 他不是两千七百多年吗 怎么跑到三千多年 我当时神智不够清楚吗 怎么算也不应该三千多年啊 那怎么会出来这个数字 怎么当时都没有人在警惕我呢 因为我在好几堂课都讲三千多年 所以那一路跟着我在听的人 你们要负责啊 你们以为不指证我是慈悲心吗 不要伤害那个周讲师脆弱的心 我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两句话给伤害 如果你们当时有讲 我第二堂上就改过来了 我不会一直错到现在呀 现在听来不及了早就上网了 所以人都会有口误啊 不要因为发现别人某一个行为的缺失 就认为这个人再也没有可取之处了 我们人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这样子 好多时候把他捧上天 坏的时候就把他打成奈泥巴 人都是这么极端的吗 我告诉你啦 这个事业上真正的天才百分之一啦 真正的智障百分之一啦 大家都是有没有浓缩在中间的百分之九十八啦 都差不多的啦 你不高我也不低啦 所以何必怕人家讲我们什么地方说错了 你们也要勇于去讲哎呀什么地方你说错了 修正过来 我就不会这么懊恼 我到昨天才知道我说错啊 懊恼死了 你看我心里面的懊恼死了多少的细胞啊 这不就是你一念之词造成的吗 所以人家说我们错对我们是件好事啊 不说才是问题大 宫敬三宝 诸师一路上走过来 与我们有利的都是老师 善之士恶之士都是老师 见贤私起 见不贤内自起 与我有恩 就是什么 就是老师啊 和尚 然后长老有德 前贤 于生不提不生倾向 不要看清自己啊 哎呀我都做不到 我没有你聪明 不是讲佛性圣不真烦不减吗 怎么会大家有的你身上突然不见呢 那就是造物者的问题啊 是不是 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看清自己 过度的看清自己 那个叫做自卑 他不是好的心态啊 那会让你却步 什么事都不敢放心大胆的做 主犯去做啊 对不对 你只要不要拿泥土放进去当卫生 你有什么关系 盐巴未经糖放错 没有关系嘛 糖醋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也有盐巴 也有糖啊 善解 有人嫌你煮的不好吃 是因为他不懂得善解 所以啥不敢做啊 披后一点都能做 对不对 能观菩提 生妙功德 开启我们的妙智慧 带给我们的好处太多了 永远不要羡慕四圣法界的人 因为你就可以 挤身在四圣法界的一员 你永远不要感慨 人世间有好多 我想做的事情 我做不来 一旦你的妙智会开启 什么事你都做得了 因为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嘛 所以知善乐相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不要在表面上去看 这一段经文 我就接你们去看一下 了凡四序里面所讲的 什么叫全善 什么叫半善 真善 假善 阳善 阴善 你去看那段经文 那叫做真正的善物 父母打孩子要不要打 教不听你只有打 不要把他打死 打伤了就好 你出气打他是不对的 你爱他教训他 为什么不能打 两三岁的儿子孩子 你给他爱的叮咛 给他爱的教育 除非他与生俱来 良好的秉性 要不然就是爬到你的头上 不信你试试看 性子不好 性子抓走 对吧 太好了 那么多次的不标准 总是有一次给我抓到啊 变一下 真是出示一切生论 修学佛法 不是人世间的一切 我都不要了 哎呀我们只谈出示道 像我刚刚讲 我不跟人家随便聊天 不随便聊天 不要跟我聊一些那些 芝麻绿豆的事情 如果你要跟我谈 你处理的家里的事情 你的烦恼 你都这样 我都乐你 因为我们就是要从这些烦恼里面跳出来嘛 我们的菩提庙就会开启 但是不要讲来讲去都讲那些不着边际 昨天演了哪一出戏哦 在哪里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干我合适 干你合适啊 花时间在这个上面 我不觉得有意义 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有委屈 你去倾吐 天天有个道庆找我来聊天 我就心里在想 怎么突然找我聊天 从来没有这个动作 我就知道大概要到垃圾了 出国不出所以然 到了三四个小时 我常常的啦 我觉得很正常 我也很高兴 因为到晚我们才跟他讲一下 轻松了吗 哎呀说一说就很舒服了 我说好舒服了去睡觉啦 对不对 难免的啦 你放心你倒给我 我不会讲出去的 因为你倒给我 我就把它把它化掉了 一般摆在里面臭死我自己吗 每一个人在阴地修行 都有他的疑难杂症 疑难杂症从来没有离开人际关系啊 你了解了就好嘛 那这样听三四个小时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我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 他舒服啦 而我们从人家 清土的过程里面发觉 如果我们一个行为不端 带给人家负面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自己习惯成自然不自觉 但是别人旁观者轻啊 所以从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啊 我们见不见那字醒吗 那不就是一本万利吗 他也舒服了 我也学到了 所以不要误会 哎呀什么都不讲 那这个人太不通人情 我不讲无意义的事情 跟修行有关系的事情 我一概乐意倾听啊 因为要去了解这个 刚好可以练性疗法 所以世间的事情也要明白 所以把糖当盐巴 开开玩笑可以 您当五位师 千万不要常常这样处 那就不太好玩了 知因知果 因缘果报 我们如果知道因果的可怕 前嫌就不敢放纵牲口运 无心的过错 都还要因缘际会去尝果报 记不记得后学讲过 一个小杀民 把他父亲给推倒 弄死的那个故事 那是无量节之前 他的父亲 现在的父亲 就是过去的小孩子 把他的父亲弄死 无心的 无量节之后 两个人相遇了 要把这个公案再了掉 无心的欠债还债 欠命还命 那你有心的刻意造作 为了异己之私 所做的行为 你不认为那个果报很严重吗 所以支出方便 极以根本 我们了解 要怎么样去成就一个人 你入手的方法在哪里 最后要怎么样把他提升 开始让他发牢骚 最后把他的牢骚 转化为正面的资粮 让他的心性能提升 这个叫做支出方便 极以根本 这就是因材施教了 当知世人能得智慧 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你就具备智慧了 所以如是智慧有三种 这个智慧从三个条件里面生出来 文思修 哎呀 六度都从文思修出来的啦 所以从自得意 明从文身 先从文字里面 从佛说的经典里面 去了解各种的含义 这个叫做从文身智慧 就像我们解金刚经 解很多经典 那是我悟出来的吗 不是 佛讲的经典是他证悟之后 他的大元净制显现的得用 我不是啊 我是引用古德 他的翻译 然后慢慢去揣摩出来 跟别人去分享的心得 那个叫做从文身啊 思维各种的含义啊 那我们如何从初礼里面 去悟出戏理为理 那就是要不断的思维 我今天做这件好 如何让我不住相 达到妙形无助 转福报为功德 我就要去思维 我做这件善的时候 这件善 他真正隐含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断的从意理上去推敲 那个我像就去掉了 从修得意 这叫从修身 所以能读如来十二部经 这就是能够读 懂得圣贤的道理 就能除以往 对于法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 能读一切事论事事 能够对坊间的一些 插花 绘画 钢琴 烹饪 大扫除的记忆 这些东西我们都懂了一点 它没有不好 就像我们会给人家按摩 懂得穴位 你知道这个对人的帮助有多大吗 因为哪一次开班 不要摆个医疗人员 总是有一些小病痛 那就不是讲两个道理 它就不痛了 我们都火候不到那边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会发觉 那个医疗人员比讲师还有效 还重要 是不是 我们能够试出世间法都懂了 就能够分别正邪之道 所以世民智慧 所以智慧不是只有让我们成佛的 智慧让我们在人间料理一切琐碎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后遗症 所以能善分别十二部经 阴入戒 这叫做十八戒 五阴 六阴 十八戒 或者十二入 六根六成六式 等因果自义 把经书里面的违言大义 我们完全都明白了 然后又培养出 皮婆生 射魔他相 定功也出来了 上中下下 善恶无忌及四颠倒 什么叫上中下下 我们对众生能够明辨 他的根气在哪里 资质在哪里 然后善于引导 我们对于自己的修为 知道现在修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要如何去提升 我们对于意义的认识 是留在表面上 还能够深入他的骨髓 这个都是上中下下 那无忌就是 没有善也没有恶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聚在一起 谈天说地有什么不好 谈天说地不落在善 也不落在恶 但是浪费时间就是恶 今天天气很好啊 我们聊天气聊一个小时 没有什么不对啊 你也没骂人啊 也没批评人啊 可是你聊来聊去 天气会因为你聊就改变吗 该下雨下雨 该出太阳出太阳 没有意义的事情 叫做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蹉跎生命 他就是恶 在佛法里面讲 他叫做恶 那何谓四颠倒 常乐我尽 人世间是无常的 四大是假和的 所有一切有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们把无常的当作 很久存在的 他叫什么 他就是颠倒 一切万法不能独立兴起 都是障音拖远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那个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颠倒 一切世间都是不静的 我们却认为 它是干净的 你认为这四大假和之体 哎呀 曼妙吗 七孔长流不静之物 有什么好疼惜的 把人世间短暂拥有的 吃喝拉撒睡的快乐 当作人世间的极乐 不知道瞬间即逝 那个叫乐颠倒 凡夫就是在人世间里面 把这些的东西 全部都颠倒了 认假为真的 所以才会有六道轮回 所以见到修到 能善分别如是等是 世民智慧 这是一再强调 智慧可以普及于 世间法 还有初世间法 所以后学才一再鼓励 年轻人越早研究 道理越好 因为你可以把研究 出来的道理 用在你的儿女的身上 你去观察入围 你就能够把它 与生带来不好的秉性 你把它淡化掉 我不敢说把它去除 因为秉性是多生多节 累积而成 但是你可以淡化 你没有这个智慧 你就助长他的秉性 而不自觉 所以养儿 确确实实 不成才是父母的过错 所以事无佛法 乐在外道出家修学 不要以为人世间 佛法永远存在 空节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 我们累结带下来的那种 惯性的思维 还是想走修行的路 但是佛法不留存 就跟着外道 这个外道不是邪魔外道 是心外求法 做善事啊 敲打念唱 这个都叫做外道了 因为他没有摸得着根本 可是如果没有佛法来什么 来引导我们的时候 依着这样子的行为 也没有不好啊 跟诸佛跟众生结善缘啊 那虽楚邪道 乐求正要 即便在不好的什么 不好的地区里面 也希望依循着正法去做 这个叫做虽楚邪道 乐求正要 慧能大师 在猎人团里面 藏了19年 那不太好的地方吧 还有比杀身 比他更重的吗 可是人家活得悠然自在 是不是 啊我们都希望 外面的环境 符合我们的期待 把自己的失败 归咎于环境不完整 可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创造环境 改变环境 那怎么改变 改变你的心 环境就跟着转了 山不转 心转 所以长修慈悲 喜舍之心 及五通道 这个五通道就是 五神通了 因为他不能够把 无漏 烦恼给去除 要去除烦恼 一定要依循着 佛陀的毅力 而世间没有佛法 你修其他的 这些的行为 可以让我们开启 天眼天耳 可是没有办法 断除烦恼根 所以德五通 观不尽想 即无常想 有了五通以后 可以回过头来看自己 再想一想过去生 因为硕命通已经有了 人世间轮回了那么久 各位前前 他真的不好玩 我这些年这些天 常常想 从小到大 人生没有一个好玩的 苦是大于乐的 以我的环境而言 我都觉得苦大于乐 一般人大概苦更多 因为我夫妻关系太好 婆媳关系太好 我的儿女又不要我担心 我虽然没有很多钱 但是吃饱了 睡的钱一定有 然后我的身体 到目前为止 还堪以服用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病痛 偶尔要不要伤风感冒 这是有的 大病也没有 我找不到一点不好 找不到任何不好 我都觉得苦 那你如果有明显 有不满足的地方 你不觉得更苦吗 夫妻不和 很累耶 天天要看到一个讨厌的人 在你旁边呼吸喘息 两儿育女不好 也很累耶 你又不能拿他怎样 因为是自己生的 人世间还要比这种 更痛苦更煎熬的事吗 不要想太多的地方 光想这两样 就会让你生不如死啊 对不对 不要想太多啦 身体健不健康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嘛 对不对 可是三轮关系的不圆满 就足以让人痛不欲生 那圆满的人不多啊 其实啊 我也是有妙 观圆不观缺啦 如果要说不圆满 我也一大堆牢骚啊 也不能说的太好 让你们太羡慕 会起嫉妒心啊 我只是让我自己 依着义礼去做 对于不圆满的东西 我不要琢磨太多 琢磨太多 会让我不舒服 我干嘛要让自己不舒服啊 我是站在这个角度看 觉得自己太圆满了 太圆满 我都还不想再来人间啊 要来就是趁愿 不要给我代业而生 但是要趁愿 是我想做就做到的吗 你现在要修啊 不修欠一大堆的债 有没有 债没有还要趁愿 笑死人家了 笑死谁 笑死诸天仙佛啦 所以有了各种神通 你回头想 人生的一切 都是不尽 都是无常 昙花一现而已啊 所以能说有为多诸过罪 有为就是缘起法 人世间一切法 都是缘起法 缘起则有 缘灭则物 有有烦恼 美也有挂爱 所以为正与顾 为了让自己说出来的话 不要背离我们的信德 所以交诸众生 令学生论 能令众生 离生心不已 要教众生多多研读什么 研读圣贤的义理 这个叫圣论 所以乐以事事交于他人 我懂得烹饪 去教人家烹饪 不要留意手 我懂得法布师 教人家法布师 不要留意手 你会什么都乐意 与人家共同分享 这个叫做乐以事事交于他人 所以所做事业无能胜者 而你所 你能够有这样宽宏的心情 那你做的世间事 就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你 因为即便在世间法 你也拥有出世间的一个胸襟 所以咒方种种医药 这个咒方不是诅咒别人 过去的时候 人生病 都会借助乌医 对不对 去祈祷 这个咒方就是祈祷的意思 能够讲一些好话 让人家舒服 能够给人家医药 去解决人家身体 跟心理的痛苦 这个事业才是最好的 所以能善求财 得以能护 这个善求财 就是所有的金钱财富 来源不可以不振 他要净财 不可以不干净 得到了这些财富 能够善于去支配利用 所以用以道理如法会师 把我们的后天的钱财 跟我们先天所听闻的道理 道理何而为一 你注印经书 你流通法布师 你注意什么 社会上的一些慈善事业 都是你能做的 所以虽知一切不生交慢 佛能知天下宇宙一切事 佛是最谦卑的人 那我们的智慧跟佛比起来 九牛一毛都略嫌夸大 那有什么好骄傲 德嘎东德 不生知足 偶尔做一些好事 不要那边越想越乐 好事做完了就放 佛将不厌其烦 来生死苦海度众 佛尚且不起 满足的心 我们又何必 因为些微的小善 而念念不忘 所以能教众生 信 诗 持戒 多闻智慧 信就是 对于佛法 要有坚定的信仰 然后知善不善 无计方必 教人家怎么样分别善跟恶 还有不善不恶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是道理明白了 才能够引导别人 所以善知学习因缘次第 学到学义礼 他也有前后次第之别的 台湾话叫做 吃得很快就把碗弄破了 对不对 急躁 假定 弄化 那你学道理 也不要很急速的 希望快速成长 慢慢玩 其实佛堂带给后学 最大的益处在于 他让我按部就班 去培养我自己的道学 你班旗有时间你就参加 那个道学自然而然就具足 你哪需要自己 会花费很多的心思 就怕我们平常 没有累积功夫 需要用了才去翻书 你翻的绝对是片面的 因为很多道理在这边建立在那边要破掉 你们读经读多了就知道 学到有次第的 所以知菩提道及道庄也 知道修行 需要具足什么条件 知道众生 知诸众生 上中下根 了解众生的根气 可以所谓的因材施教 知外生论心不存着 我了解一些外道或者世间的一些的道理 但是我不执着于其上 知众生时随意调伏 了解众生有需求 当下就能够对症下药 知众生是及国土是 了解友情世间及气世间 这两种都是希望的 都是一心在一念不觉里面 所变现出来的幻境 所以知从具足六波罗蜜 我们的一切的妙智慧 从你六波罗蜜在行的过程里面 一步一步达于圆满 你的智慧就开展于外了 所以善男子 有是智慧或波罗蜜 有一些智慧还不能称为波罗蜜 因为不够圆满身为圆绝 对不对 有波罗蜜非是智慧 有是智慧是波罗蜜 有非智慧非波罗蜜 这个用念的就可以 因为后面就解释 什么叫智慧非波罗蜜者 一切世间智慧身为圆绝 所得的智慧 他不圆满 他有我在里面 是波罗蜜非智慧之者 无有事意 如果你要达到圆满 离开的智慧做不到的 所以五度如芒 波罗如眼 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要不施做到波罗蜜 禅定 持戒 忍入 精进 达到波罗蜜 他一定下面有智慧做依据的 要不然你的禅定 是邪精进 所造成的 也不一定 所以你真的如法的去修禅定的功夫 只会修一个身心快乐 怎么会修一个所谓的神经错乱 所以是智慧 是波罗蜜者 一切六波罗蜜 所以不失 持戒 这六种大圣 菩萨道成就的必备条件 每一条后面都具备的智慧 所以非智慧 非波罗蜜者 一切身闻 圆绝 或者不失 持戒 精进 他们所做的六度 不可以称之为波罗蜜 不够圆满 再一次跟各位前言讲 不够圆满 是因为他第七世 执着第八世的见分 向分的法我职位去 所以那叫不见 不够圆满 所以善男子 若有人能勤修如是六波罗蜜 如果有人在阴地修行 能够如此的去精进修六度的时候 世人名为供养六分 六方能征财命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由善生问释迦牟尼佛 外道供养六方 得了很多的财命 那佛陀佛法里面 有没有供养六方 可以得财得命的 佛说我法也有啊 从六度开始 所以你看佛的一部经典 有没有起承转折 有啊 他不会讲一讲 讲到后面 风啊 你又不相干了 他把你拉回到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 六波罗蜜 就是佛法里面的六方 你行六度就如同外道 每天早上 拜东西南本 上下的各方的神奇 你拜神奇是希望能够求富贵 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但是那样求就求到了吗 大家天天这边拜那边拜 穷困潦倒了 比比皆是啊 所以真正要心想事成 就是佛陀讲的行六度 所以善男子 菩萨两种 一者在家 二者出家 在家菩萨 出家菩萨 修静智慧 事不为难 这个静智慧就是妙智慧 不困难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修行 但是在家修静 事乃为难 何以顾 因为在家人 外缘缠绕太多了 所以说是法实 善生长者子等 千优伯赛 讲到这里 与会那么多的大众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当下就发大戏 发心意 即从做起 礼佛而退 慈还所指 哎呀 每一部经读到这边 就长长一口气吐出来 因为快要结束了 那这是经文到这边结束 那各位浅显 你要知道 这边所谓的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真发菩提 就是参与语会的大众 几几乎听法的当下 就已经明白 就位列初驻菩萨 初驻菩萨 才能够真正的 修六度波罗蜜 所以我们在读 这个优伯赛戒经 一共分为二十八品 对不对 前面十八品 是在教我们 如何去发菩提心 发一个度众的悲心 那就礼上而言 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 即从做起礼佛而退 它代表着深层的含义 太虚大师这样说 就做起 从做起礼佛 那是因为上求佛道 听闻佛法的妙意 我明白了 明白以后 词环所指 就是我明白了 我懂了 我要出去 把我明白的东西 知行合而为一 我要去外面开始度化众生 就那么八个字 就隐含了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其实我们从因定起修 到一直成佛 乃至成佛以后 不要忘记 任言经所讲 出涅槃流 入生死苦海 一路上走过来 都在修菩萨道 到成佛以后 也在修菩萨道 所以菩萨道的前提 叫做不厌生死 不求个人之安乐 但愿众生得灵苦 虚筐无尽 众生无尽 众生无尽 我度重的悲愿就无尽 所以唯摩绝经 不是讲吗 菩萨的行为 无尽也 一直到什么 到宇宙万有里面 每一个众生 皆能够恢复 圆满本性 我们的这个愿力 才是真正的 画下修止佛 也不要认为不可能 因为什么 因为有志者 是尽成 众生本具佛性 圆聚会了 就会跟你我一样 豁然开朗 走向修行的路 怀抱着善念 就会带来光明的什么 光明的一个未来 这是我们就 优婆赛借经 跟各位前嫌 所分享的最后一堂课 下一次 我们就要上 佛归欲录 家里有你带来 家里没有 后面有 这是跟各位前嫌 做的一个小小的叮咛 感谢天安事得 谢谢各位前嫌